在中国文化中,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存在,它不仅是力量与尊贵的象征,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。 近日,贵州碧杰大山深处传来了被称为龙吟的神秘声音,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,围观者不断惊叹,甚至有声音传到了遥远的台湾,令人们不禁联想到,是否真有神秘生物的存在。 在一段视频中,拍摄者声称,捕捉到了贵州山中传来的龙吟之声,伴随而来的,是村民的呼喊,这使得视频的可信度,大大提升,观众们纷纷留言,表达他们的震惊与疑惑,认为这可能挑战了他们的世界观。 然而,视频发布后不久,当地政府迅速做出了回应,声明该声音并非来自传说中的巨龙。 根据政府的调查,声音可能来源于老虎的嚎叫,而非恐怖片中的音效。 专家们指出,近期的降雨使得地面水分饱和,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嗡嗡声,令村民们担心可能的地质事件。 尽管地质专家经过勘查后确认并未发现山体滑坡或地震的迹象,但仍然提醒人们,要警惕潜在的地质灾害风险。 关于声音的真正来源,政府表示仍在调查中,龙吟事件引发的热议,也让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的龙。 历史上,龙一直被视为祥瑞与神秘的象征,古籍中多有关于龙的记载,但其真实性却始终难以考证,比如,在东晋时期的《华阳国志》中。 便有关于黄龙现身的记载,这些传说中的龙,长着爪子和牙齿,却从未被现代科学证实,尽管如此,龙的形象仍然深植于人们的心中,许多人愿意相信,龙不仅仅是传说,而是曾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,近年来,有关真龙的事件频频浮现,让这种信念更加根深蒂固。 1. 历史上的龙与木鸡事件 在中国历史中,有多次关于龙的木鸡事件,据旧唐书记载,元和七年六月,书州同城梅天坡内,有一黄一百两条龙城风雷而起,飞行高度约六十米,飞行距离三千米,最后落入了福塘堤中,当时有数千人围观,堪称古代最大的木鸡事件之一, 这次事件不仅让人们亲眼目睹了龙的奇观,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,唐朝时期,还有多处关于龙现身的记载,如龙在江河,湖泊,水井中现身,以及龙在天空飞翔等,这些记载虽然较为零散,但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和敬畏。 《太平广记》中写道,唐玄宗时期,张孝松被任命为北庭都护,在上任途中路过沙州,金敦黄西,听说沙州黑河有孽龙作乱,他自告奋勇,通过布局引龙出洞,并万剑,齐发,将其射死,最后还将龙蛇割下献给皇帝。 唐玄宗大为称赞,赐号龙蛇章,除此之外,唐朝还有活捉龙和解剖龙的记载,这更是证实了龙的存在,据纪文记载,唐德宗年间,四川滋洲有人捉到一条三米长的龙,并将其装到一个盒子里,放到大瓷寺供养。 然而,由于香火过旺,这条龙最终被熏死,唐年补录中记载,唐贤通末年,同城县金安徽省安庆市,突然从天上掉下一条青色的龙,当场死亡。 随后有人对这条龙进行了解剖,并记录下了龙的外形特征,解剖发现龙身长三十米,尾巴扁平占身体的一半,身上鳞片类似鱼鳞, 有脚且脚上有红色的谱,头上双脚长达六米,龙须也有六米长。 然而,由于官兵的干预,解剖工作并未完成,这次解剖事件,虽然未能提供完整的龙体结构信息, 但仍是古代关于龙解剖的珍贵记录之一,这些事件虽然无法考证其真实性,但在古代却深深影响了人们的信仰与文化。 二,近代以来的真龙事件,随着科技的发展,越来越多与龙相关的事件,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 这些事件不仅令人惊奇,也引发了对传统与现代交汇的讨论。 一,2018年四川龙行云事件,在四川的一次雷雨天气中,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形状如龙的云彩,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一现象,并称之为天上飞龙。 尽管气象专家解释这只是自然现象,但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龙的显现,体现了人们对龙的美好向往。 二,2020年青海湖神秘生物目击事件,青海湖附近。 曾有村民声称在湖中,目击到一种未知的生物,形状类似于龙。 目击者描述该生物有着光滑的鳞片和长长的身体,甚至有人拍摄到了模糊的影像。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讨论,虽然专家最终表示可能是大型鱼类,但仍然激起了对龙存在的无限遐想。 三,2021年云南山体龙吟事件,云南的一个村庄,曾有居民在夜晚听到奇怪的龙吟声,村民们认为这可能是龙在发出警告。 经过调查,专家指出声音,可能来自当地的野生动物,但这一解释,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热情,反而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,与龙相关的神秘现象。 四,1934年的银口坠龙事件,在银口市至第一卷中计数。 1934年8月8日午后,辽河北岸东小街一农民在附近尾塘,发现一巨型动物白骨,长约10米,头部左右各有一角,长约1米鱼,几股共29节。 为银口第六警署,将其运至西海关码头附近空地陈列数日,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说,这个怪物曾经出现过两次,第一次出现在距离入海口20公里处。 据目击者肖宿秦老人回忆,当年的他只有九岁,他爸爸是给地主赶马车的,当时很多人都说,在田庄台上游发现一条活龙,于是赶到那里,爸爸就把他放在马背上,扶着他看,他所看见的龙方头方脑,眼睛很大,还一眨一眨的。 而身体为灰白色,弯曲着全幅在地上,尾巴卷起来。 腹部处有两个爪子伸着,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觉这条龙有气无力,眼半睁半闭,再加上眼睛有些发红。 很多人都说是天气太热的缘故,于是在龙的上面搭了个棚子为他避暑,还有人抬水往他身上浇,让他得以解暑。 后来,下了很长时间的大雨,这条龙就不见了。 当时,老百姓认为天降巨龙是吉祥之物,人们有的用尾席给怪兽塔凉棚,有的挑水往怪兽身上浇,为的是避免怪物身体发干。 据说,人们都非常积极,即便是平日里比较懒惰的人,也都纷纷去挑水,浇水。 而在寺庙里许多百姓,僧侣每天都要为其做法,超度。 此举一直持续到,又一次的数日暴雨过后,这只怪物神秘地消失了为止。 然而,连续二十多天大雨后,这个怪物第二次,又奇异地出现了。 这次出现是在据辽河入海口十公里处的芦苇丛中,此时它已不是活物,而是一句奇臭难闻的尸骸。 据杨逸顺老人回忆,在发现龙骨之前,曾听大人们说芦苇荡里,总有噼里啪啦的响声。 而且还有乌像牛一样的叫唤声,听起来很沉闷,还能听到挣扎的声响,后来就没有动静了。 当时,营口地区已经连续下了,四十多天的大雨,街路上全都是水,一些房屋因进水太多而倒塌。 雨停后,随着北风吹过,空星骚位很大,看管尾堂的一名卢姓工人,顺着怪位寻找。 发现大片大片卢尾倒幅,拨开后进去一看,吓了一大跳,里面赫然躺着一个,已经死去的庞大动物。 该工人吓得转身就跑,回到家里大病了一场,百姓们听说之后,结伴前去观看,并且报告给了当时的政府。 当时西海关附近的一家防疫医院人员穿着白大褂,给已经生区的动物尸体喷射了消毒水。 龙骨被抬出来后,有人用四个船毛系上绳子将海骨围成一圈,供大家参观,营口市民争相观看,附近城市专程来参观者,也络绎不绝,购买往返营口的火车票。 因此紧张起来,原营口市著名正骨医生马子晨的儿子马国祥,记得父亲曾对他说过,海骨被发现时,肉还没有完全腐烂,看上去特别像龙。 据目击者李斌生回忆,那一年他十岁,在七十年前,在西海关露天展览围的一圈是毛,山板下固定船的毛,用那个剑断着围起一个圈,用绳子拦着,地下撒着白灰,因为人很多也挤不进去。 随着人流的移动,才能到前边看,人都有一个好奇心理去看,只是传说中有龙,实际生活中没有见过的机会,都很好奇,去看,重点都看透,它很长,有两三丈长,十米左右,立着,几辆骨巢上不像鱼,奇怪的是,头上有脚,任何水族没有脚。 当年有官方面曾腰变老渔民辨认,但没一个人认识怪物尸体,人们议论纷纷,普遍认为是龙,并推断是遭了天谴,而被雷击后落入尾堂的,有人叫他陀龙,是龙生九子之一,营口为第六警察分署组织人力,将其尸骨分解后运到南岸,在西海关前空场上按原状摆放,任人参观, 当时的营口美大照相馆和英明照相馆,吸引了大量龙骨展览的照片,在二本町胡同附近沿街贩卖,一些从外地来营口参观龙骨的人,争先恐后购买龙骨照片,带回去给家人欣赏,针对此事,当年的《圣经时报》连续跟踪报道了好几天,也将此物称之为龙,天降龙,迎川坠龙,巨龙等, 1934年8月12日《圣经时报》报道是这么说的,该龙体气参天,头部左右个生三只甲,脊骨宽三寸鱼,负于脊骨两侧为肋骨,每根约五六寸长,尾部为立板形白骨尾,全体共二十八段,每段约齿鱼,全体共三丈鱼,原龙处,有被爪挖之宽二丈,长五丈之土坑一,坑岩爪印清晰存, 至该龙骨上存有金条,至皮肉已不可建议,1934年8月14日《圣经时报》刊登的龙骨照片,虽然年代久远,加上受当时摄影技术,以及种种因素制约,只能依稀看出头戴草帽,观看龙骨展览人群的模糊身影, 但是画面中,一具长长的动物骸骨,及其头上生出的两只长脚,依然清晰可见,为了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龙,2004年,CCTV时走进科学栏目, 推出专题片《破解70年前谜团》,片中得出的结论认为,这是须精搁浅,然后骨骼拼错,辽宁省研究员傅仁义根据《圣经时报》的照片, 断定龙骨是出土的原始牛的化石,董维傅研究员认为,这有可能是一种像的化石, 而那两个脚,是长齿,有专家研究孙正仁老人捐赠的龙骨后,初步认为是第四季野马的化石, 这些解释显然都不圆满,鲸鱼不会有脚和四爪,以及鳞片,根据刚腐烂活体拼装的骨头, 不太存在长度体型和特征严重摆放错误的可能,牛马像都不可能有十多米长的,蛇形骨骼, 而且考古学者,都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,当时是活体腐烂得到的骨骼, 而并非古生物化石,新鲜骨骼也不可能成为化石, 而且《圣经时报》1934年8月,还有这么一篇龙匠酿灾的报道, 该龙升月无力时,曾在天空下降,弄翻几只小船,卷坏一些房子,导致多人死亡, 就是说,这种动物至少能在空中飞行一段路程,并在空中能做起伏运动, 这也是鲸鱼和猛马像不具有的能力, 另外,据曾经亲眼见过比尾堂中的更活龙活献龙的蔡寿康, 黄振福,张顺喜三位老人说,70年前的那个夏季,一天下午大约50左右, 蔡寿康和黄振福,张顺喜以及曹玉文等几个孩子一起在外面玩, 蔡寿康突然发现在银口市造纸场方向的天空,有一条龙, 他立刻告诉黄振福,张顺喜和曹玉文, 小伙伴们同时抬头往天上看,同时看到了龙, 这条龙出现了大概15秒左右的时间, 三位老人说,当时是阴天,那条龙是灰色, 在云中动弹,动作和蛇一样,和现在画上画的一样, 头如牛头,头上两只脚,是直的, 嘴上有胡须,两个长须,大眼睛突出, 身长大约十多米,身上有鳞,四只爪, 和现在的鳄鱼爪一样,尾巴像鲤鱼尾巴, 因为以上种种疑点, CCTV时在2005年的探索发现, 栏目专题片《龙影遗骨》再次探讨了这起事件, 最后将结论定为未知生物, 这也是目前研究此事件的主流看法和定性, 1934年辽宁营口坠龙事件, 虽然有大量目击者,非常详实地记载照片, 但是由于缺乏实物,这起事件仍然成了, 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, 面对众多关于龙的记载, 专家们的观点通常相对理性, 他们认为,古人可能将一些未被识别的动物误认为是龙, 比如,长达树杖的蟒蛇或巨型蜥蜴, 可能被误认为是神龙, 此外,某些自然现象如云层的形状, 或许也让古人产生了龙的错觉, 专家指出, 古代人类的科学知识有限, 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常常充满了迷信与误解, 尽管如此, 这些现代解释并未完全消解人们对龙的幻想,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知识的积累,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传统记载的真实性, 认为很多故事都是基于误解与夸张, 然而, 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, 依然是人们心中不灭的梦想, 毕竭的龙吟奇闻, 不仅汇聚了无数目击者的好奇目光, 与媒体的广泛报道, 更深层次地触动了社会各界, 对中国传统、文化精髓, 与现代科学理性间界限的深刻反思, 这一奇异声响的流传, 促使人们重新评估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深远意义, 以及科学探索与古老信仰间, 那既矛盾又和谐的共存状态, 尽管当前科技尚不足以直接证实龙的存在, 但此类神秘生物的探讨, 无疑持续激发着人类探索未知的渴望与热情, 展望未来, 科技的日新月异, 或将引领我们逐步逼近那些古老传说的核心, 逐步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, 不论龙是否真实游异于天际, 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中早已根深蒂固, 成为力量、权威、祥瑞与繁荣的永恒象征, 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, 在中国璀璨的文化宝库中, 龙不仅是皇权独尊的象征, 更是民众心中祈福求安, 期盼丰收的灵物, 其形象穿越时空, 从古代帝王的御用图腾, 到如今春节舞龙, 端午赛龙舟等民俗活动的核心元素, 龙以其独有的方式, 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情感纽带, 随着科学的进步, 众多往昔的谜团逐一被揭开, 但关于龙的真相, 依旧悬于半空, 引人遐想, 现代生物学, 生态学, 乃至基因科学的快速发展, 正逐步拓宽我们, 对自然界认知的边界, 或许有朝一日, 科学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, 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古老的传说, 同时, 当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, 也在悄然转变,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 开始以新的视角, 审视并珍视这些文化遗产, 从中汲取灵感与智慧, 这种变化, 不仅是对传统的致敬, 更是对创新精神的呼唤, 激励着人们, 不断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架起桥梁, 寻求更加和谐共生的道路, 毕竭的龙吟事件, 以及所有围绕龙, 展开的讨论与想象, 都是对科学与信仰, 理性与梦想之间复杂关系的生动诠释, 他们提醒我们,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, 既要保持科学的严谨与客观, 亦应尊重并珍视那些, 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信仰与情感, 或许, 正是这份对未知的敬畏 与对传统的尊重, 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宽广的知识 与心灵之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